今天,我教你們一個非常好吃的蘋果醋大牌 希望你們新的一年平平安 大家好,我是奧地利的雪屋 我今天在這個中國豬房 給你們分享這個好吃的食譜 如果你們覺得我的視頻對你有幫助 請點贊、分享 我們開始煎豬排 在煮大牌上,撒上 鹽、黑胡椒、喝糖 抹均勻 然後,把鍋加熱 倒油 大火 快速地把煮大牌表面堅持金黃 然後,去除被用 煮大牌剪好後,我們助力其他的食材 把紅蟲頭對方解開 蘋果也對方解開 把蘋果汁去掉 把大蒜解碎 鍋不要吸,我們煎蘋果和紅蟲頭 煎好的蘋果,去除被用 然後,在鍋裡加蒜蓉和黃油炒一炒 再加一勺麵粉 再加一勺麵粉 炒一炒 再加黃煎抹醬 蘋果酒 喝 雞湯 蘋果酒很容易晚上買得到 如果沒有時間做雞湯,就用濃湯包 好,現在我們加一點點百里香 然後煮二十分鐘 煮好後,加鹽調味 再加蘋果和豬大牌 煮好後,加一點小蔥就可以吃了 煮好後,加一點點小蔥就可以吃了 煮好後,加一點小蔥就可以吃了 煮好後,加一點點小蔥就可以吃了 為甚麼麻煩? ... 哇! 好好吃! 有淡淡的苹果酒的酸味 苹果單身的甜味 真的配著豬肉,超級好吃 蘋果也好好吃 肉也很嫩 我推薦你們一定要洗一下